特种兵死后被黑科技复活,时间只有24小时,如果是你,会用这24小时来干嘛?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动作片《24小时,末路重生》 康拉德是一名退役特种兵,切儿都在一年前去世了,现在只剩他和老丈人,每天吹吹海风,吊吊鱼 这天康拉德来到酒吧找乐子,老朋友吉姆找了过来,吉姆是康拉德最铁的战友,现在效力于红杉公司 吉姆开门见山,这次过来是想请你出山搞定一票任务,可是我在休假,康拉德回答说 要是酬金是一百万呢?很好,我感觉我的状态已经到了最佳水平,咱们来谈谈这次任务吧 任务的目标是击杀一名叫凯斯的男人,凯斯是红杉公司的前员工 由于他想为一起联合国的案子执政公司,所以成了公司的眼中钉 联合国派出国际刑警阿林保护凯斯的人身安全,于是康拉德决定从阿林身上开始突破 他来到阿林家中,家里只有儿子和奶奶在家 康拉德随便几个忽悠便打听到阿林即将乘航班返回 他来到机场,通过红杉公司的力量延迟了航班,之后便轻车熟路勾搭上了阿林 一顿主公晚餐之后,两人感情近战神速,直接就跑去开了房 康拉德在脑中歪歪了一下弄死阿林的画面 不过嘛,这样的大美女她自然是下不去手的 之后康拉德外出接电话,但是没想到阿林直接拿着一把手枪冲了出来 两人一阵对射,康拉德被击倒在地 等到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实验室 吉姆告诉康拉德,他原本已经隔屁 但是红杉公司利用他们的黑科技让康拉德重生了 大boss也在此时出现,他从康拉德口中问出凯斯的地址 之后便派吉姆前去完成任务 康拉德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太对劲 他趁着守卫士兵不注意,结果了他 接着便逼问科学家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科学家告诉他,由于发生排异反应,死而复生的康拉德24小时后将再次隔屁 康拉德逃出红杉公司的控制,打给了自己的老丈人 他只剩下24小时的时间 最后这段时间,他到底该用了干嘛呢 也许是老丈人唤醒了他的良知 他决定去找到凯斯,弄清红杉公司背后的真相 另一边,联合国正在从凯斯那儿取证 原来红杉公司一直在暗中抓捕平民进行活体实验 凯斯的取证还没结束,吉姆就带人杀了过来 阿玲掩护凯斯逃出现场,正好遇到吉姆开车赶来 三人驾车逃离 然而凯斯还是在半路上被狙击手射杀 奄奄一袭的凯斯拿出刚才录像的储存卡 有了这个录像,他们就能指证红杉公司 另一边,吉姆在现场录像机里没有找到储存卡 于是给康拉德打了电话,他们绑架了阿玲的儿子 想要救出人质的话就得乖乖交出储存卡 康拉德看着手上仅剩的八个小时,决定帮阿玲救出儿子 康拉德带着阿玲来到带头大哥这儿 揭发了红杉公司拿活人做实验的事情 带头大哥一听,这还了得我的地盘上还敢动我的人 之后,带头大哥便和两人一起会见了红杉公司的雇佣兵 确认了雇佣兵的暴行之后 带头大哥送一票雇佣兵领了盒饭 阿玲也趁乱救出了儿子 救出人之后,康拉德的时间也所剩无几 他决定用最后的时间去找大boss算账 汽车一头撞进了红杉公司大楼 之后便上演了一对一百的好戏 不得不说,康拉德确实不是一般的特种兵 一群雇佣兵很快就被送去领了盒饭 而此时身手最好的吉姆却坐在那里不愿动手了 康拉德持枪控制住大boss 大boss却开始挑拨了一件 你以为你们是最好的体哥们吗 问问他一年前,你妻儿的案子是谁做的 吉姆承认康拉德的妻儿确实是自己所杀 因为他自己的妻儿被公司拿去做了人质 康拉德看了看手中仅剩的三分钟时间 放下了手墙 今时复仇也没什么意义了 此时吉姆却和大boss杠上 亲手送他领了盒饭 吉姆自己也被赶来的雇佣兵击毙 康拉德坐在地上静静等待生命完全流逝 然而镜头一转 康拉德再次从病床上醒来 这,这种爆米花电影就别拍续集了吧 这部影片是中美合拍 2018年在国内上映 口碑不佳 影片中的一些情节转折确实有些生硬 作为一部科幻概念的动作片 看完爽一爽就差不多了 影片中还出现了一位熟悉的中国面孔 不得不说年过50的许晴依然美得很有味道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阵剑 我是主播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亡命天摇 好 好 明镜与点点栏目